是說如果你種下去是歪的 它長出來就是歪的 工作人員說明 菸葉種植技巧 不過這都不如 菸農現身說法更有說服力 客源區邀請從小種菸葉 長大的菸農楊蓮榮分享經驗 兒時就跟著祖父 與父親種植菸葉 種菸葉就是他生活中 最重要的部分 我們在小時候都是 開始像你們這時候的年紀 就開始在學習種的 你小朋友你要種是什麼 第一次種下去 你就是要澆水 不像現在說灌水 早期沒有這麼方便 從育苗 種植 採收分類 到菸樓烘乾 少朋友光聽仍無法體會 因此菸農也示範耕作 讓少朋友學做 親自體驗務農的辛苦過程 你把這個菸苗直接放在洞裡 然後拿一個泥土 把上面這個育苗土把它蓋好 不要曬到太陽 因為你曬太陽的話 它水分容易流失 容易流失 所以它在塗長的時候 也會比較除盾比較慢 就怕小朋友會慌了手腳 菸農不斷提醒教導 打著赤腳捲起衣袖褲罐 即使天氣涼爽比較不會 汗流浃背 但實際體驗後 小朋友還是直呼農民真是辛苦 學到以前種田田的辛苦 缺了我很多經歷在這個上面 才可以收成 之前有看過農人擦秧 現在夏田擦秧的時候才發現農人的辛苦 讓小朋友可以體驗那種夏田的辛苦 那他們去採那個泥土 然後說其實農夫下田是很累的 課委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主任 何金良表示 煙草產業是客家重要的文化記憶 許多人不知道煙草會開花 而且花開就必須摘除 以提供煙葉更多養分 這次的體驗不是以採收為目的 明年的元月 將保留一部分的煙花 延長花旗 讓民眾來到六堆園區 在春節期間能一度煙花的景象 讓更多的小朋友能夠實際了解 這片土地有很多的這個作物 是在養育我們台灣 那也有楊大哥這樣子的 辛勤的偉大的農人 讓他成長得更紮實 那我們這個活動 經過我們楊大哥的指導以後 我們希望小朋友了解到 任何的作物都是要非常用心 跟非常期待 然後希望他能夠順利 這就是農人每一年的想法 我們希望這是一種文化的一種記憶 也是一種文化的一種傳承 何敬良說煙草產業是傳承客裝百年的 產業文化 煙草從煙廟的培育 除煙花 施肥撒藥除草 稻采收 烘肝 分級 都需要龐大的人力 因此客裝發展出焦工 來完成煙夜的耕作 六堆園區將規劃煙夜文化 回憶觀摩體驗活動 元月下旬開放民眾報名 讓民眾在二月初到煙場 參觀烤煙 分級等焦工過程 全程免費 歡迎民眾踴躍報名參加 評論新聞 蔡立華 韋德偉 採訪報導